从事鱼类学研究多年的 唐文桥教授告诉我们 野生大黄鱼目前的状况 很不乐观 它没有鱼群 这种威胁鱼类 我们都一群一群 少量的隔壁还找不到对象 就很难用凡子 不凡子的话 紧急下来就老死了 这就没有了 在唐文桥看来 没有一种其他海产品 可以像大黄鱼那样 曾经深深地影响着 我国近海地区人们的生活 王鱼应该总体来说 它营养成功是很绝勉的 包括我们必须的一些 野鸡水都有 那么我们国家 物质比较频繁的捏点 为我们国家应该说 做出很大的恭喜 特别是我们浙江 上海 江苏 平复局 也有几个省份 机构老百姓的营养水平 起了很大的作用 听说我们要制作一部 关于大黄鱼的纪录片 尽管工作非常繁忙 但是作为大黄鱼的 忠实拥躬 阿庆表示将尽力地 与我们一起来开启 这次探寻行动 作为上海本地著名的 海派孝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年近六旬的阿庆 对于大黄鱼有着深刻的记忆 揸 到沙发孝星和电视节目标 我自己的没有 我想起来 我从小就不想起来 小人家的 上海天还要揸 一百人再接两千元 一百人再接两千元 一百人再接三千元 你见到老百姓 你见到老百姓 我跟老百姓 我们也把他吃了 是小王子的 小王子不知道 什么我都不知道 小王子就是吃小王子 一两王子 一两王子 土王子不是十两个王子 尽管一是上海家喻户晓的明星 但是一说到如今野生大黄鱼 那堪比黄金的价格 阿清还是大呼吃不起 在交流中 阿清建议我们去上海市内的 某海鲜酒店试试 在那里我们可能会寻找到 有关野生大黄鱼的线索 石邦法是这家海鲜酒店的行政组厨 设置组前来拍摄的时候 碰巧赶上他在为几位重要的客人 制作黄鱼宴 所谓黄鱼宴就是整桌的菜 都以大黄鱼为原料进行制作 面对我们的摄像机 这位有着十余年烹饪经验的大厨 对今天要制作的黄鱼宴 可是信心满满 黄鱼它是一个本身体型肥厚 弱质又比较鲜嫩的 那我们在清洗的时候 是不能开肚 排斥孔的尾旗的边上 开一刀指刀 从三半上面把内脏取出 黄鱼它最大的特色是 没有淤血 没有很多的杂质 它用选菜搭配是恰当好处的 能体现到两个氛围的一个结合 但是有一个禁区 它千万不能是上浆 不能是加淀粉上浆 黄鱼宴一定要吃原味 还是自然美 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尽管经验丰富 但长起勺来的石帮法 可是一丝不苟 它和徒弟们整整忙活了半天 这桌黄鱼宴才大功告成 今天有幸品尝的时刻 是一居海外多年的老上海人 朱汉聪 说起儿时的大黄鱼 它可是记忆流行 我的印象中间 晓得这就是黄鱼黄鱼 它就是一种金光灿灿的 是吧 整个身上泛的 那种黄色呢 那个颜色很精彩 皇宫里边那种 这个皇帝的龙袍 都是一种金光灿灿的 龙袍夹身 都是那种黄色 大黄鱼色泽亮丽 肉质鲜润 味道鲜美 性情温和 不寒不燥 烹饪之后 入口即化的细腻 与原汁原味的爽感 触动味蕾 抵挡心灵 千百年来 无数文人默克 为之魂牵梦绕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理 就写过这么一句话 叫做 治大国若烹小鲜 小鲜就是小黄鱼 大鲜就是大黄鱼 清代诗人王世慧 在品尝了大黄鱼的美味之后 更是发出了琐碎精灵 软玉膏的感叹 而对于多年来 未曾品尝过如此地道 黄鱼宴的朱汉松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更是一种家乡的味道 我是上海人 生长在这里 今天我吃这个鱼 我是很惊讶 我觉得这个味道 就回到我童年的感觉 坦白讲 我去美国二十多年 这个二十多年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黄鱼 这是第一次对我来讲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好吃 味道会不厌 我们宁可欣赏黄鱼 叫它什么 出水我们用 这桌黄鱼宴 可是让众人品足了 大黄鱼的美味 不过 石邦法告诉我们 因为野生大黄鱼 数量稀少 价格昂贵 很难预定到 这次黄鱼宴食材 用的并非是野生大黄鱼 而是非常接近野生味道的 舟山地区 人工养殖的大黄鱼 在老上海 十两种的金条 被称为大黄鱼 而一两种的金条 被称为小黄鱼 黄鱼对上海人的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 大黄鱼的主要种群 包括浙江一带的黛渠族 福建广东一带的敏 越东族 以及琼州海峡一带的 瑙州族 其中与上海时刻 关系最密切的 还是浙江的黛渠族 因此 我们设置组决定 奔赴浙江 继续探寻野生大黄鱼 经过近半天的车船旅程 我们来到了 此次探寻之旅的第一站 位于浙江舟山群岛中部的 戴山县 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的渔场 自古以来 因渔业资源丰富而闻名 它地处东海 是长江 潜塘江 永江 三江的入海口 独特的地理位置 孕育了这里丰富的海洋物产 淡水浸流带来了大量的耳料 供那个鱼类人吃的 大海洋物产是什么呢 就是大黄鱼 小黄鱼 带鱼 无非 大黄鱼是居首的 位于戴山县境内的戴渠阳 曾是舟山渔场最耀眼的名著 戴渠族大黄鱼便是以戴渠阳命名的 我们设置组刚刚抵达戴山 就被这尊大黄鱼雕像 所深深吸引 它仰着头张着嘴 似乎想要诉说着什么 得知我们是来拍摄 关于大黄鱼的纪录片时 出租车司机黄国邦 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起 当年捕捞大黄鱼的身况 大黄鱼每天三月初到四月底 这个时间大黄鱼打 有的一瓦下去 只有十几代 有的一瓦下去 一百多单 一代大概是一百斤 一百多单就是一万多斤 一万多斤 一万多斤全都是大黄鱼 我铺到的最多一万一千一百条斤 那时候一条大黄鱼最多有多重 六七斤吧 六七斤大黄鱼 那可是大黄鱼这多少 一毛六一斤 大黄鱼是暖温性集群回游鱼类 每年三四月份春暖花开之时 便会成群回游到近海产卵 形成鱼汛 这也是周山地区传统的捕捞大黄鱼季节 王国邦曾经在海上做过十五年的渔民 后来由于渔业资源的衰退 他和许多老一代渔民一样 不得不上岸另谋出路 黄师傅告诉我们 戴山这个渔业大县 已经转型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 如今以打鱼为生的渔民 越来越少 即使出海也都以捕虾和带鱼为主 而且还得看天吃饭 今年那个鱼 产量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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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一百斤 产量有的 一两百斤 产量有 最差的时候它会有多少钱 要零了 零了 嗯 真的 就是一条 对 对